不仅仅要做出全球最快的手机 不仅仅要做出高品质的手机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做出最厚道的价钱 在9月9号 大家就能见到工程机了 在10月中旬正式上市 当然我希望我们供应链的团队 在给点力尽快能够上市 小米手机3是全球最强的两个平台的首发机型 也是迄今为止最快的手机 大家最期待我们发布什么样的新品呢 我在公司的内部一致要求我们克制贪婪 少做一点事情 这些东西其实我都想做 但是真的忙不过来 我还是希望我们少做一点事情 我今天非常激动的告诉大家 我们终于可以一场发布会 发布两个产品了 这一款产品就是 漂亮吗 听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一款电视是顶配的几窄边 电视边框只有8.4毫米 欢迎大家拿尺子去量啊 只有一块钱硬币的三分之一 只有你不到你手指宽度的这么宽 非常非常窄 其实初期的时候我们也想做无边框 要是无边框该多酷啊 可是我们仔细了解完以后呢 无边框就是在这个上面再盖一层玻璃 透光性变差了 色彩变差了 还有反光 后来我们觉得小米做产品要厚到 布完虚的噱头 所以这次我们采用了几窄边 超薄的机身 最薄处呢 两厘米 最厚处呢 4.8厘米 铝合金的前面板 我们这个前面板是有学问的啊 是呼吸灯加触摸式的电源开关 漂亮吗 漂亮吗 漂亮 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的米粉 都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想为米粉做一款 你人生买的第一台电视 这个电视要功能强大 高性价比还要时尚和漂亮 这就是我们对小米电视的产品定位 做米粉 人生的第一台电视 就自己买的啊 以往家里的电视都是父母买的 要让你看看小米能做出什么漂亮的电视 电视的最重要的三条就是尺寸屏幕和功能啊 这个尺寸呢 我们反复思考过 尺寸当然是越大越好就是家里放不下 所以我们最后选了47寸就是年轻人家里能放得下的大屏电视 我们外面的展示厅是按大家的客厅和卧室的大小布置的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用上超窄编以后 这个47寸的电视的感觉只有42寸的大小 这样的话呢 在你的家里就能放得下 屏幕呢 是电视最最重要的 全球七大平场 我们最后选了LG和三星 我们用了LG的顶配的IPS音频 全视角不闪失3D 几载编 我们用了三星的也是顶配的SVA屏 高静态对比度 高透光率 全视角3D 然后几载编 因为是顶配的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宣传画质多么流差了 出色的电视音响 独立分体式的音腔 支持杜比和DTS 这个音响 非常非常好 待会大家自己去体验吧 好 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功能呢 小米电视不仅仅是47寸的顶配电视 它也是顶配的小米盒子 顶配的安卓游戏机 首先它配了全球最快的电视处理芯片 这个性能相当于小米2S的计算性能 配了2GB的内存 8GB的闪存 支持5G Wi-Fi 更流差的是2×2的双天线 双发双收 两倍的传输速率 这么快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跟电脑 手机 PAD 互动用的 然后无线投射图片视频和音乐 不需要安装应用 小米手机 iPhone iPad 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手机里的图片 视频 投射到电视上 很多米粉可能没试过 不知道怎么投射 其实很简单 在你的图库里面 一点开有个投射的标志 再一点开 它能自动发现小米盒子 小米电视 再一点就投到小米电视上了 只要你的盒子 电视和手机 在一个WiFi的里面 就能够自动识别 还支持南亚4.0 支持南亚4.0有什么好处吗 第一条 假如你用南亚的遥控器 就不用对来对去对方向了 方便吗 方便 假如你用南亚惹击 半夜砍球赛 就不会打扰家人了 然后你用南亚手柄 就可以很轻松的操控 电视上的游戏了 所以我相信 安卓智能电视的兴起 将会带来新一波电视游戏的春天 其实我在做小米电视的时候 我发现 大家对智能电视不敏感 因为目前的智能电视并不智能 我们开始颠覆性的去想 这中间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比较好 我们研究了绝大部分的智能电视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有点相当于在传统电视上外挂了一个盒子 这个操作极为复杂 而且互联网的激活率非常的低 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电视和互联网的功能是相对独立的呢 为什么不能跟手机一样呢 然后我们在设计小米电视的时候 我们把电视做成了整个系统的一个模块 用新的思路重做了传统电视 这就是小米电视的原理图 好 我跟大家马上要展示 这个颠覆性的设计是怎么做的 你打开电视的时候 你会发现 传统的电视功能是你们的一个应用而已 然后你可以看视频 玩游戏 装应用 都可以干 电视只是整个智能系统的一部分 更酷的一点 它可以自动识别外界的设备了 再也不用插一个盒子 然后到处找输入源在什么地方 现在的小米电视 你一插上去 屏幕就显示插了哪个设备了 这不非常的方便吗 然后遥控器呢 也是大家经常吐槽的点 我相信绝大部分遥控器 从你买来到底扔掉 那些键你都不知道干嘛用 反正我从来没有研究明白过 从20多年前我买第一台电视 就这么大个的遥控器 上百个键 而且当时在我的心里 觉得这个遥控器的按键 不多就不高级 这一次 小米电视配了 最简单的遥控器 仅仅11个键 这个键支持 在黑暗下面 盲操作 什么意思呢 要注意啊 其实这个manu键跟home键 用的很少 你不需要看 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就是音量加减 返回和一个五项键就搞定了 好 我们怎么用这么少的键 来操控电视的呢 换台 这个换台 比较劲爆吧 左边出现了这么大的台标 然后 你用上下键就能换台 一点确认 你就可以看到电视节目单了 下个时间要播什么 很方便